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的12月1日 这个周末我和家人过了一个感恩节 所以休假了两天 今天开始小翠我又会正常更新节目了 那么这期节目小翠我主要是来给大家提个醒 因为最快下周咱皇上就又要开大会了 一个是政治局会议,一个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特别是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一年开三次的 分别是4月、7月和12月 但是今年很特殊,在9月份加开了一次 然后9月底就发生了央行拉A股的大事件 所以12月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完之后 基本上明年年初A股会是什么行情就可以定调了 而且因为今年经济情况很糟糕 所以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可能提前 比如提前到下周,也就是12月6日之前 因此如果你看好这次大会后可以再带出一波A股大涨 你就可以提前去做多中国 相反,如果你觉得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可能会有什么大利好 那么你也可以提前埋伏做空中国 等着皇上发新年红包 但如果你问我做多还是做空 那我可能是偏想做空的 理由是什么呢 这就要涉及最近很多的经济事件了 咱们可以来一一盘点一下 咱们先来说明一下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般都看些什么内容呢 可能和大家的想象不太一样 这个会议它不会提前告诉你 明年咱们中国GDP增速要定个什么目标 明年国债怎么发 财政赤字定在多少 这种具体的政策目标 那都是年初国务院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才会定 一般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主要是定方向,定基调 啥意思呢 咱们可以拿去年举例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定的基调就是一个字 稳 什么要坚持稳中求进 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等等 这些都在强调一个稳字 稳就说明不会有大的政策刺激 于是一月份我们就看到一股大跌 国家对紧急护盘 连证监会主席都被扯了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今年9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那基调就和去年底完全不一样了 去年底还在吹中国经济怎么怎么好 今年9月就变成要正式困难了 然后提出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甚至提到了要降准降息 保房地产发超长期国债 所以9月底央行才突然放大招 把A股拉起来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说说 为什么我不看好下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有什么猛料再拉一波股市 第一个原因就是会前又有小作文开始拉预期了 今年大家如果有关注中国的经济形势 应该就会发现中国的资本市场总是处在一种深度意义状态 也就是民间小作文太多总是狠狠拉预期 如果大家还记得10月份经济部门开了好几次新闻发布会 但每次都是大家预期越高 失望越大 而这个期望就是民间小作文各种拉上去的 我发现这两周这种小作文又开始炒预期了 比如什么股市凭准基金明年赤字率要到多少多少 GDP增速目标仍然定在五 这种唱多中国的戏码又开始了 这个其实是共产党自己扬的鼓 因为中国的整个舆论一直是只允许唱多不允许唱空 而当所有人都在看多的时候 预期就被拉起来了 假如这时候你允许别人唱空 那么很多不切实际的小作文就不会误导那么多人 同样的道理A股如果可以做空 那么很多财务造假割韭菜的无良企业 就不可能卷走那么多的钱了 比如恒大这种企业早就被空头打爆了 哪里还能卷走老百姓两万亿的钱 当然我们在海外是可以做空中国的 所以国内舆论越拉越期 你在海外反手就去买样或者做空硬 今年大家的胜率都特别高 这简直就是咱皇上在帮境外势力赚钱 真的很像地主家的傻儿子 股市本身炒的就是预期 所以预期拉太高是很危险的事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咱们也得看看现实情况 咱们要看看可供咱皇上发挥的政策空间 是不是还有 你说你要继续放大招 那你至少也得放得出来才行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现在的经济现状是怎么回事 咱们就先看看这两天国内大吹特吹的 PMI回暖好了 制造业PMI10月11月连续两个月占上荣枯线 制造业看起来确实在扩张啊 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都在50%以上 说明制造业订单增加 生产也增加都是好事 但问题在哪呢 问题在从业人员指数竟然还在减少 这说明企业利润并没有增加呀 因为你还在裁员嘛 所以这看起来就是制造业在以价换量 大家结合一下最近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 就是同样的以价换量 经济通缩的问题其实仍然存在 而且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 是依靠财政大量补贴而刷出来的消费数据 像家电旅游电子产品 这种补贴消费基本就是偶尔干一票可以 天天干往后就刷不出更多的数据了 谁家每天换冰箱啊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补贴消费刷数据这事 明年我就不看好了 除非你政府直接补贴到个人 由大家自己去选择消费什么 而不是补贴到特定的行业 定向刷大额消费 所以消费品就换新这个政策 明年如果不掉头 政府仍然是想刷数据支补贴大额消费 家电汽车什么的 那么这个政策作用就会很差了 接着是房地产 有关房地产 我有两个政策相关的判断 第一个就是存量房贷利率 明年很难再降低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 10月份的时候我说过 中国央行的喉舌金融时报 曾经告诉过我们 央行内侧的各大银行 所能承受的房贷利率极限就是3% 但是上一次存量房贷利率降低以后 很多地方的手套房房贷利率 其实已经低于3%了 甚至跟公积金贷款利率都倒挂了 这对银行来说利润压力就太大了 所以进入11月以后 杭州各大银行带头上涨了两次房贷利率 从2.9%一直拉涨到了3.1% 在房地产如此萎靡的时候 银行还上涨房贷利率 这就只可能是处于利润的考虑 所以央行给的这个3%的内测价格 可以说是很准确的 因此你说让央行再来一轮存量房贷利率降息 大家觉得银行是否还能承受得住啊 像国有银行还可以靠财政发债来注资 其他股份制银行或者地方银行 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啊 所以他们对利润会特别敏感 所以像什么转安阶业务啊 根本是不可能出台的 这就等于是让所有非国有银行一起去死 谁能跟国有银行打交额战呢 所以降低存量房贷利率这个政策空间 也几乎是没有了 第二个房地产相关的政策 我们大家也很熟悉了 就是地方政府去收购存量房 政府做保障房项目 帮房地产去库存 那么这个政策能不能再加码呢 央行现在给的是3000亿的再贷款额度 而且商业银行自己不用出资 100%由央行出资 但是这么好的政策 今年一共才用掉几百亿而已 3000亿都没花掉 大家说怎么加码 这个项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地方政府很难套现 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举例说明一下 这种贷款 地方政府首先必须去买存量房产 项目找好了 银行再给贷款 所以这资金用途就被限制了 很难挪用 不能被拿来还债的资金 地方政府其实兴趣不大的 像广州今年11月曾经做过一个保障房项目 是在全市范围内收购90平以下的存量房产 但要求特别高 比如地段要好 交通便利 配套齐全 这要求就是奔着容易出租去的 但其实这种存量房真的特别少 而且地方政府很可能利用这种项目短期挪用资金 比如和开发商签订一个6个月的付款期限 但其实项目一立项 银行贷款早就放下来了 政府却拖着不给开发商 最后把开发商拖死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开发商不太会配合 除非银行这边放款的时候 就规定必须赚款专用 直接委托支付给开发商 那地方政府就更没动力干这事了 所以这个政策里头的猫腻太多 不给地方政府留后门 就是贷款放不出去 说完消费和房地产 最后咱们还是要回到A股 比如最近小作文又开始唱 平准基金要来了 除非咱们在下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 看到比如坚决维护股市上涨这种字眼 否则平准基金来不了 大家别忘了 平准基金花的可是财政的钱 现在咱皇上的操盘思路很好猜 那就是央行能干的事 财政坚决不干 因为国债是最后的底牌 不能太快用光了 所以平准基金不用指望 大家与其指望平准基金再来拉一波A股 不如指望什么社保基金增加入市 这个倒是非常有可能的 实际上央行手里能出的拉A股的牌 9月底就出完了 现在5000亿互换便利 3000亿股票回购再贷款 额度还多着呢 根本没用完 你让央行再出什么招来拉股市 上市公司飞银机构都不积极啊 你总不能让央行直接下场买A股吧 所以政策空间没有了 而且央行现在还得留点子弹 应对明年的中美贸易战 他现在也不能乱放水 川普还没上任呢 你先把自己的子弹打光了 那明年不就生爱打了 咱们结合之前央行已经透露的消息啊 那么12月最多就是再来一次降准 但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A股计价了 上周五A股为什么大涨 其实就是这波政策预期拉上去的 到后面如果讲不出新的故事 那么A股就涨不动了 最近国家队的操盘意图也很明显 3300点暂时守一守 但是这个3300点具体要守多久 就要看后面的政策变动了 也就是下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 好我们总结一下 下周中国有两个重要的会议 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基本就是给明年年初的经济政策定调 根据今年9月份的会议信号 我们大概可以猜到 年底的这次大会依然会强调政策支持 也一定会提到明年更加恶劣的外部环境 我猜基调会定在强调刺激内需 经济转型科技创新之类的 然后财政和货币的支持 也会强调支持这些领域 因为年底确实使不出什么大招了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能看到一些比较激进的表态 比如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 增发超长期国债等等 主要还是因为明年中美贸易战还有很大的未知 很多子弹需要留到明年年初去用 而现在A股已经消化了一波看涨的预期 所以在我看来 A股现在对大会的期望又偏高了 很有可能最后结果仍然是落空 以上都是个人观点 仅供各位参考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